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方面都想得很全面 但是它缺乏真正吸引人的亮点 跟大多数的发布会没有任何的区别 没有毛病 但是缺乏心意 江丽 你要理解 办好这次发布会 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 我们的真正目的是 要通过这次发布会 传达给市场一个态度 那就是我们YS公司 既有愿望去拥抱互联网营销 又懂得如何用互联网营销 吸引更多用户的眼球 从而让那些用户 作为我们的水军 大量地转发 产生雪球效应 抱歉 我之前一直是和传统媒体打交道 互联网营销这头我真的不太懂 我也不太懂 但是你可以学呀 斯蒂夫 你看 我为了解清晓月的动态 就通过手机新闻客户端 以她为关键词制定了相关的新闻推送 那在这些推送中 有没有看到对于我们有帮助的信息 这点倒没有 大部分的推送信息都是关于你跟她的八卦 斯蒂夫 我觉得咱们公司签约她这样的网红 的确不太妥当 你看这些媒体通过各种渠道 去了解你们之间真正的关系 更有网上传言说你要娶她 所以 等等 娶她 娶她 娶她这个创意很好 你要周游世界 我也是今天才决定的 我上次还没听你说呢 你是跟那个小李啊 对啊小李 那子萱你就不管了 管不了了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 我总不能把她绑在身边吧 我想明白了随她去吧 那个女孩子到底适不适合她 她以后自己会明白的 可是你还有公司呢 你不是还有个外贸公司吗 现在有钱什么样的男人请不到啊 何必我来操心呢 子萱爸爸去世以后 我真的想了很多 小莹啊 你说人这一辈子可短了 可以的话 为什么不能活得随性一些 像我们两个这个年龄 又不算那么老 当然可以有激情了 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希望 我儿子能从她失败婚姻的 阴影里面走出来 然后再给我找一个 称心如意的儿媳妇 我就满足了 然后呢 然后 东阳结了婚 早晚日子要自己过 那你呢 我 别告诉我啊 你想去 爸爸孙子跳跳广场舞 这可不是你啊 妈 这张卡给你 这就是我们去吃饭的 那个会所 无聊的时候去坐坐 可是 我不习惯一个人到外面 去吃饭的 你可以找个人陪你去吃啊 老婆 你干嘛呢 我不是这个策划方案呢 咱们俩吃饭呢 帅哥 麻烦您先撤吧 拉得不错啊 但我现在还没什么精力介绍 行吧 老婆 老婆 我这好不容易瞒着我妈 准备这么好的一顿大餐 当然 还有接下来的娱乐活动 你说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们林总说了 这个活动就弄好了 我生殖加薪哪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 你不用工作 我养你 那能一样吗 怎么就不一样啊 成就感 懂吗 就你们那个小偷网上还成就感 你说什么啊 我错了行不行 我说错话了 对不起啊 人家在这儿着急上火 在这儿弄方案 你不帮忙也就算了 还说风凉话 不是 我就问你一句啊 那这接下来的活动 还能不能弹钱 什么活动啊 嘿嘿嘿 这不是这方案能弄得好 怎么黑都行 痛快 来老婆 什么方案我帮你看看 我跟你说我这脑子 几分钟之内肯定搞定了 来 八分钟约会流程 给你拍照 一个动作 净 一张 都净 一张 几分钟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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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张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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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很久了 我看你很久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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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 你回家了吗 我这还没完事呢 还没谈完 你回家了吗 我在外面跟朋友吃饭呢 那你慢慢吃 我这儿 我这先不跟你说了啊 好 你回家吧 你怎么吃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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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只不饭呢 你怎么吃饭呢 你怎么吃饭呢 我就有车方便 不用了 怎么 你嫌我的车不够好 你开什么车和我没关系 至少让我表示一下谢意 谢意 对呀 那天有幸成为你的伍伴 我特别高兴 你是每天都在那会所上班吗 你别误会 我刚才在那儿吃饭 没有碰到你 所以 我在那边只是做兼职 对了 那地方不适合你 以后少去了 他们还有那天你那朋友 都是来找乐子的 但你不是 我看得出来你喜欢舞蹈 我要不是我那个朋友 把卡转到我名下 我是没有那个消费能力的 要说起你那朋友 他前两次让我陪着他吃饭 我在会所工作两年了 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是 我说他了 他不懂舞蹈 所以不知道舞蹈的价值 有冒犯你的地方 请你多包涵 你懂舞蹈 谈不上 好 我上学的时候学过 后备箱 够大吗 我上学的时候 再能改定超约 一天前一天 一天前一天 怎么了 怎么了 非不成了呗 怎么了 没事你继续忙你工作去吧 我不影响你 老公对不起嘛 那林总非要我明天就交这个方案 我知道 知道 生气了 没有 对不起 刚才吧 看你认真工作的样子 还是挺轻贵的 我在想呀 没准以后你能来公司帮我的 现在公司上下 真正有能力的人太少了 要是每个人都能像叶丹宁那样 一点就 谁 叶丹宁 不是 我 我是从客观上来讲嘛 他的为人我不欣赏 但是他的工作能力吧 那他确实个可诉之才啊 那你准备怎么诉的呀 你往哪儿想呢 我没往哪儿想 是你自己往哪儿想吧 你看啊 我想跟你好好填密吧 你非要跟我谈工作 好 我跟你谈工作 你又给我来劲了 是不是 你说 你说 咱俩还能不能继续甜蜜了 你不生气啦 以和为贵嘛 对不对 生气 是你 请进 谢谢 听什么 多脑和直播还是纯之声 纯之声吧 好 我也喜欢小约翰·施特劳斯 他在六十岁写的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充满活力 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能感受到哪儿 我以前只是觉得好听 没有这么深的感受 青春跟年龄无关 青春跟年龄无关 不停 谢谢你送我回家 也谢谢你请我听音乐 你平时就在这儿教课 平时在这里比较少 特别熟的学生我会在这里教 我平时要么在连锁教室 要么在回锁打工 我是说 喜欢舞蹈的大朋友你交不交 这样的倒也是有 但能坚持下来的还真不懂 我的意思是 我这个学生你瘦不瘦 你 根据Steve的意思 这次清晓月小姐签约的主题 会被定成婚礼 因为艺人的签约 在某种意义上 是另一种形式的嫁人 况且最近 Steve要向清晓月求婚的消息 已经是传得沸沸扬扬的 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话题 向各大媒体 以及有影响力的自媒体 发布喜帖 向他们宣布 YS公司 关于Steve和清晓月 有喜事要公布 清晓月小姐 公司打算用结婚这种形式 来召开你的新闻发布会 你本人不会有什么困扰吗 没事 没事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什么 我是说 那个 为了公司的利益 那什么事 不都得有第一次啊 感谢你的理解 凤兰 你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一次发布会的具体安排 嗯 为了节约咱们公司这次的成本 我们决定继续沿用上次公司 年会时所用的场地 整个流程 也跟上次公司的流程类似 同时 我们会请来各大媒体进行支持 婚恋网站也会跟踪报导 咱们这次的流程 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 那大家没有其他疑议的话 那我就说一下 发布会的具体分工 活动当天的场地流程 以及媒体前倒 由冯莱来负责 岳晓星小姐的形象设计 媒体互动 还有其他的相关事宜 由姜妮来负责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其他的事情的话 及时跟我联解 对了 还有 京晓月小姐 为了让我们的发布会 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我希望你能够在发布会之前 尽量地去控制一下 第十份旺盛的事业 好 江林 真没想到啊 你也在这家公司上班呢 我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冤家路窄 咱们就那么点恩怨你还记得呢 咱们现在是在职场 咱俩都得职业一点 再说了 像我这样的网红 挣点钱不容易 我还得给丁丁利用钱呢 丁丁利用钱 不一直是武功给的吗 什么时候轮到你了 你俩离婚 武功不是把那些钱 都当做你的离婚补偿给你了吗 再说了 她那家文学网站 现在出事了 没了收入又没工作 哪儿还有钱啊 刚充的咖啡 那我喝了啊 谢谢 什么 用你的钱 帮武功渡过难关 不行 妈 武功现在真的挺困难的 我想帮帮她 你就把我存在你的钱还给我呗 那大不了我们就当扶贫呗 你妈我就是把这钱捐出去扶贫做好事 或者是扔到水里听响 也不会给她一个大子的 你傻呀你 你忘了当初她是怎么对你 怎么对我们的了吗 再说了 你们现在都已经离婚了 她的死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妈 我们好歹夫妻一场 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一听你提这事 我就来气 你要当初没嫁 像她这样的二婚男人 这些年你至于吃这么多的苦吗 把自己的婚姻状态从未婚变成了离异 你说现在想像一个像样的男人 都得打折 妈 有你这么说人的吗 二娟 我也觉得吧 武功那儿要是能帮的 咱就帮一帮 毕竟在跟离离离婚的时候 人孩子表现得像个爷们 再说以前对咱俩也不错 帮什么也帮 你有病啊 你这 再说了 你现在给武功拿钱 他也不是一个人花 他还得给他爸爸妈妈花 给他妹妹花 甚至给 还得给他那个儿子花 你想起这些人我就生气 你说没有这些人在中间 武功和离离的婚姻至于到今天这一步吗 对不起 好 来 来 来 两个掉眼泪 是不是为你 换一句 快乐的春音乐 忽然掉进了回忆 最怕我快乐悲伤 不在家一家 我不在家 给天晴 穷于我宁愿 世界不再有爱情 总有一天会过去 所有爱你都忘记 只剩狂有的欢喜 张拓晕 找一份忙碌的工作 太疲惫 过些天 一个人去旅行 不再有你的消息 虽怕我快乐悲伤都是因为你 终于我宁愿世界不再有爱情 总有一天会过去所有爱你都忘记 只剩朋友的欢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住 有事啊 最近忙什么呢 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 忙工作啊 你过来 忙工作 我看你这满面春风 饮寒秋水的 你是不是恋爱了 我倒想 你给我找去啊 你不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吗 谁知道你会不会给自己物色一个 你妹妹是那种假公祭司的人吗 我那也不是想管你 我就是说啊 你如果碰到合适的就带回来溜溜 让我们都看看 你当这是溜狗呢 没人跟你开玩笑啊 我说真紧的呢 你要碰到合适的你带回来 我们帮你物色物色 只要不是邱冬阳那样的 我们都同意 知道了 知道了 是吧 对吧 Bee 小姐 那个 小姨 咱们这样做真的好吗 小雅 你可别忘了 我当初费了好大劲 把你弄到YS 现在让你做这点事都不堪 这还差不多 还有 以后在公司啊 别叫我小姨 叫我冯总 是 冯总 请各位朋友安静一下 我们的发布会呢 马上开始 现在有请我们YS的总裁 斯蒂夫先生上台致辞 大家热烈欢迎 不得了 各位先生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我们发布会的现场 众所周知 最近在网上呢 有关于我和网红 青小月小姐的绯闻 传的是沸沸扬言文 我觉得我有必要召开一个发布会 向大家来澄清一下事实的真相 今天在这里呢 我将正式地向清晓月小姐提出求婚 大家先不要惊讶 我所说的求婚呢 是有另外的意义 我要代表我们VS公司 向清晓月小姐正式地提出 签约加盟我们VS公司的新媒体事业部 清晓月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们VS公司吗 从此不离不弃 永远的幸福快乐下去吗 我愿意 有请清晓月小姐入堂 不的 不的 各位朋友 现在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特别环节 这就是我的老公 给大家特别准备的换装环节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啊 咱们好 清晓月的裙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 关于清晓月的一切你都照顾好吗 上台之前我是检查过的裙子没有问题 你不要给我解释 我知道你从一开始就抵触情绪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不负责任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就没有可能是她自己为了博远球故意弄坏的吗 我问过清晓月了 她说她不知道 出现了问题不要把所有的责任全都往别人身上推 我对你真的很熟 我对你真的很熟 妈 过来吃早餐 我不吃了 你自己吃吧 妈 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好看啊 有吗 还拿着舞蹈鞋 你要学跳舞去啊 对啊 我想把舞蹈捡回来 挺好的 妈 我送你 不用了 你自己吃吧 拜拜 好 你邮件收到就好 我一会再给您传几张现场的图片 给我们一个焦点图的位置吧 好嘞 谢谢啊 我们公司的薪水可能不太符合你的期望 你能接受吗 没问题 那好 那你回去准备一下 明天就过来报到 欢迎你的加入 谢谢杨经理 那我们明天见 好 以上呢就是我的活动策划方案 还请大家多多指正 接下来呢我接着为大家讲解我做的PPT 首先呢我把它分别了四部分 活动概况 进程阶段 现场内容和招商方案 麻烦帮我翻一下 谢谢啊 相亲交友活动呢 从全国各城市举办的情况来看 参加人数之重 带来的宣传效果非常的好 参加的人员呢也是以上班族到企业白领 高层管理者为主 同样呢也吸引了很多的成功人士 参加人数倦选游到其中来 ae 丽菲 你那个离异人士相亲会 给我留个名额呗 说了 说我姐 你姐 你姐和你姐夫感情不挺好吗 模仿夫妻 离了 我姐夫和他同公司的一个女下属好了 女下属 她说要是知道这样 当初就应该去我姐夫公司作证 抵挡一切 妖魔鬼怪 咱们说好了 要是有好的男人 记得给我姐留着 就这下属 请客人 喝点水吧 谢谢 不谢 你的舞蹈功底不错 而且你很喜欢舞蹈 谢谢你 老师 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老师 而且我也不喜欢老师这个说法 艺术是无止境的 没有真正的老师 我们还没有互相介绍 算上今天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 我叫黄婉盈 你呢 我叫吴迪 东吴软语毒 启迪智慧的迪 吴迪 温婉如玉 轻音秀车 婉盈 好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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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婆 同事们好 大家辛苦了 为领导服务 领导服务 领导 我呢比较喜欢 新媒体相关的工作 你们能不能考虑一下 把我做到新媒体的部门啊 这个呀 胳膊有点酸 领导 胳膊酸 快点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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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但是这么好 好好好 手法不错嘛 十点精神的进啊 不错 不错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人事部经理杨丽 你们的分排工作由我来负责 不是 不是 领导 我刚来公司第一天 我就有个新发现 咱们公司卧虎苍龙啊 个个都是人才 都会做宝剑 而且手法一流 好了 别闹了 现在念到名字的过来领表格 填好后再交上来 赵思雅 你好 谢谢 秦天昊 你好 武功 你的无限折腾我看过 非常符合互联网思维 对 由于咱们这个部门是新成立的 起点不高 但是前途无量 加油 干吗 这是干什么呢 这 这表明我也略懂日文啊 而且我思想还很年轻嘛 待在会儿一样 还挺全面 看来把你安排在新媒体部门是对的 大家跟我走吧 哎 领导 你也帮我安排到新媒体部门吧 哦 日文 我也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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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手里的活先停一下 大家先熟悉一下公司环境 同事之间互相认识一下 我们是新成立的公司 从上到下 每个人都是新的 彼此认识和了解 是融入这个大家庭的第一步 领导 领导 我们姐夫都是从同一所学校毕业的 彼此之间啊 已经很熟悉了 对吧 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就熟悉了 那你们那所学校不怎么样嘛 可以迷你吧 就算我们学校再也熟悉了 你也不可能出现一个 和应届生抢饭碗的大叔 怎么着 法律有规定吗 新公司就必须你们这些 应届生才能来啊 也对 不过以您的资历和年纪 不是应该步入更高的阶梯吗 我 我从阶梯上面摔下来了 行不行 那是怎么摔下来的呀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啊 跟你一样 话特多